太小时候的记忆只能是从大人嘴里面说出来了 这个当中难免有记忆的偏差和甜油加醋等等主观色彩 是不是事实呢?其实多半还都是的 因为小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很纯真 然后我们再捣一捣之前的线索 周岁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仪式抓周 很多地方还有这种习俗,这个是非常相当好 那你面前会有很多的,有钱,有这个书装打扮 纸啊笔啊什么都有 当然我面前也不多 但是在这几样里面只要拿出来一个大的泪 在这个上面去延伸,总是凑不了 那我抓了一个什么呢?这就叫错话错断了 就这几个,那你人生的选择就是这几个 反而少,说不定很好 抓了个本子 那本子跟笔有什么不一样呢? 笔,一看可能将来是不是文人呢?写作呀 那本子呢,它是一个被动的 它是空白的要记录东西做什么用的 你要抓住这个 那我现在,自从我找到人生方向之后 一直都在这样走 那后面还有后话 就是总结前任,不管是各种的书 里面,甚至一本好几本书里面就那么一两句话 重要的观点,思路我们记下来 拿来主意,作为自己的将来储备 但是,是要为了理清这个玄学的因果 所谓科学道理,到底什么原理 要读很多很多的书 目前我们大概一算五百本总是有了 当然,除了纸质书 还没有那么多三百本 其他的看的听的,指的都是课外的呀 我们课内学了很多东西 没有几个用的上 那就跟西方学了这一套嘛 不是老中国传统要学的东西嘛 人生,你搞那么多专家干嘛呢 不多说 那么后来呢,我们前面说了 童年,有这个项目也当然曾经辉煌过 很小的时候,去拍广告 吃蛋糕的时候,大概也就两三岁了 然后,记起来 不记得当时是上了省还是中央的这个频道了 很拉肚子 吃的那个腹块酸广告 也不需要你讲话 反正,总之上镜了 上电视了 那个时候上报纸电视 那是非常了不起的 反正就长了那么个小 明星小 童星小 那再后来呢 就有一些比较好的照片嘛 记载了就是 还有参加什么运动会啊 得了个投沙包的 看谁投的准了 第二名也很不错 但其他的也没有什么 反正从小 也教我这个背书 那个时候记性是非常好的 人越小,记忆力越好 虽然他不理解 但那个时候 元气满满 一定要好好培养 那么 话再说就来到了 我们自打有记忆之后 我们下节课继续 人生之旅